有關網絡和選舉方面 我覺得政府是對錯招的 因為網絡不是廣播 網絡是一個很私人的 訊息傳遞的發展的項目 和網絡是無國界的 亦都是無邊界的 你要管制網絡和選舉 根本是絕對無可能的事 比如YouTube也好 其他的傳媒也好 或者是透過其他地區或者國家 發放的網絡的訊息和節目 你怎麼規管呢 所以你不是透過香港大氣電波 或者透過香港膚徹的網絡傳遞的 你這個國際網絡的發展 是極為迅速和多元化的 所以在選舉方面 你要控制網絡的節目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錯誤的做法 所以如果政府硬要這樣做的話 只會令到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網絡的發展受到這個窒息 這個絕對是一個錯誤 和不應該的要求